非常感谢你们参加这次我们赞助组新规划的一个征裁时段 那在活动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这个时段呢 其实我们是满在活动满临时的时候 跟议程组这边协调 让中午的时间让我们让赞助长来做征裁 所以在这个规划上面 我们在行前行有跟大家公告说 我们不保证绝对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人数 因为现在这个此时还有些议程还在进行 甚至也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赞助商生致歉 就是没有办法保证绝对人数 但我们有极力在做宣传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主持人郁慈 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真才时段 大家掌声欢迎郁慈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人力真才闪电秀的现场 那今天这个时段呢 我们又一样邀请了五家赞助伙伴来现场分享 专为Costcar参与着量身打造的职缺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郁慈 也有人叫我Yunice 那在这边跟各位在场的伙伴说明一下 人力真才闪电秀的活动规则 既然一样称为闪电秀 那就大家不知道 应该都知道Costcar的Lightning Talk嘛 那Lightning Talk其实一样就是 计时倒数是非常无情的 一旦开始计时 无论投影画面是否正常 无论电脑是否有顺利连上 都是会涮入每位分享者的时间 因此在短短的六分钟内 还要请各位赞助伙伴使出浑身结束 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你们的团队 那要请各位注意的就是 在闪电秀进行分享时 我们是不会进行Q&A的 那如果在场的大家 有很多问题想要问 想要讨论 那请将你的问题暂时保留在你们的心里 等到这一场人力真才闪电秀活动结束后 再找分享者交流跟询问哦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 结束分享后不要急着离席 我们会留时间 在下一场一程开始前 也可以找这边的赞助伙伴一起聊聊 一起交流 或者是到他们的摊位也是可以的哦 那在这边提醒分享者 当时间进行到倒数一分钟时 我们会以一声灵响来提醒台上的赞助伙伴 不好意思 忘记带领了 那就改成他会举牌 提醒一下 那当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这边也会直接阻止台上的伙伴结束分享 要将时间交还给下一位分享的伙伴了 那现在呢就要请C-Money的伙伴可以进行一下准备哦 C-Money于2003年有一群对城市交易 有高度热情的技术团队创立 有照于多年来 国内外诸多金融法人 机构所采用的决策分析工具 几乎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C-Money研发团队着手打造独步全球 且采先进云端技术的高速回测系统 目前已可更有效率地提升交易绩效 成为金融软体业界的领导品牌 并致力于Fintech金融科技创新 作为未来生根发展的领域 而C-Money拥有许多人气财经产品 如筹码K线 股市爆料同学会 理财宝 艾蜜丽定存股等超过数十款APP 那接下来就请C-Money的伙伴 开始进行分享吧 大家好 我们是C-Money 我是C-Money H 号叫婉玲 那我们C-Money呢是一间 就是我们的使命是创造出更好的工具与社群 去帮助每个人做好人生的投资 那我们这个人生的投资有分为五大面相 分为财务 健康 工作人际与家庭 那在历史的部分 刚刚那个玉琪有先帮我们介绍过了 那主要我们在2003年呢 我们是从法人投资决策系统起家 那主要是卖给可能银行啊 券商啊等等的 那后来慢慢的市占率到达九成之后呢 我们为了给投资散户更好的工具 所以我们推出了理财宝 那在13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推出了我们最主要的主力产品 筹码K线 艾蜜丽 在17年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做虚实整合 去做事业体扩大 我们也合并了money钱 包含发票机典王啊 然后还有CW money等等的 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会员数正式突破了700万 730万人 那包含我们的第二个主力产品 股市爆料同学会 然后还有在2022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在投资接口投信 也合并了口袋证券 去做整个事业的扩展 那总体在2022年来说 我们的总会人数达到了750万人 我们的员工人数也达到了将近400人 然后我们整个网站的活跃用户啊 月流量也十分庞大 所以在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团队 也是十分的庞大的 它将近占了我们集团员工数的将近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的APP开发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只是基本上 如果你想要什么样的技术 在我们这边其实都可以学得到的 就包含可能AI Big Data 然后后端 前端也有分手机网页跟PC等等的 那我们有很多资深伙伴 可以跟你一起做交流跟学习 那另外他们也常常就是 每一到两周就会开一次技术分享 会做一个技术的交流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所以你们都是做投资的产品吗 没有 其实我们有另外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要包含人生其他面向的投资嘛 所以我们除了投资型产品之外 我们有一个团队叫做X实验室 它是负责去帮我们产出其他就是 不同面向的产品 那在两年之内呢 我们也做了超过20只的新产品 去横跨多个领域 那未来的话还会再持续继续增加 那制度特色的部分呢 我们公司是采贬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我们基本上就有三层 CEO 主管 一般同人 那基本上就是 你不用担心说 自己好像有什么想法 没有办法说出口 没有办法实现 因为我们也是同时去鼓励员工 你可以勇于表达 勇于跟大家做讨论 所以只要你能够讲出来 然后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CEO 还有一般同人 大家都是可以去跟你做 就是讨论跟尝试的 那在我们的制度 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一个 员工退休福利金的计划 主要的目的呢 是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 员工去进行长期的 鼓励他们去进行长期的储蓄 不用担心退休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只要你愿意去选择 可能自己定期定额的投入ETF 那公司这边会再帮你 会再送你一半 那简单来说就是 假设你今天月薪四万块钱 那我们就帮你 如果帮自己存了四千块 公司这边会再帮你存两千块 到你个人的退休金户头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团队 它是负责去帮你做 退休金的操作 然后它的目标会是要去 打败大盘 然后年平均的报酬率是要15% 那到目前为止 他们这个政策推行超过两年下来 每一年都是有超过的 那你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每一天的时候 可以收到你的 当下你福利金的市值 然后最后在 我们会再送你这笔退休金 在你离职 或者是你退休的时候 你是可以再以你比例去 领取你的退休金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度 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上市贵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跟 我们的同仁分享 我们的经营成果 所以我们有设立了一个 TUP虚拟股权分红的制度 主要是我们会在每年去选出一群 可能他会愿 跟我们公司愿景相同 然后他会愿意一起跟公司长期打拼 然后跟为愿景一起努力的伙伴 去分享我们每一年最终的经营成果 那每一年的话 你只要有入选的话 你可以领三年的分红 那因为我们是每一年都会重新选一次嘛 所以你其实高峰下来 你最多一年可以领三份 那这个实际的数字是怎么样呢 那就是一般的员工的话 实际数字大约是你的薪水的一到五倍 那如果你是主管的话 就会是五到十倍 在公司福利的部分就不用讲了嘛 就是可能最基本的零食啊 牛奶啊 然后还有升降桌跟双櫻木 这些一定都会有之外 那在我们公司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就是因为我们是投资理财公司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仁 他也可以在工作 除了工作的同时 他也可以增进自己的财务知识 所以我们有提供理财报 跟充满K线专业版的权限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有跟我们公司附近的店家签约做合作 那如果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只要在相关的特约商店去做消费 都会有我们公司员工专属的折扣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补助的部分 我们鼓励员工可以在职进修 那每一年都会有个人的教育补助 同时我们也提倡大家可以work life balance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旅游跟挑战补助 那挑战补助的部分就是属于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想要挑战的项目 好比说你可能你想要考潜水症照 你想要去上健身房的课程等等的 这样有提出有通过申请 都是可以去申请这样的补助 那另外最后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部门知能补助 它主要是如果说你认为这项的能力 或者是这项的需求 是可以去帮助团队成长的话 你可以跟你的主管直接沟通 然后请跟他申请 只要申请过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主管买单 那就我们部门补助的部分是无上限的 比较常使用到的例子可能就是 工程师团队们他们可能会去买书 买线上课程来开读书会 做技术交流等等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CMoney的公司介绍 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这一趟 就是不反得人生旅程 那会后如果大家对于CMoney的工程师团队 或者是技术相关有问题的话呢 就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摊位 我们的摊位是在 营养大楼的309教室 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让我们谢谢CMoney的分享 那接下来请Fu Panda的伙伴进行准备 身为外送平台亚洲领导平台 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即时且便利的美食 生鲜杂货外送体验 透过卓越的科技与完善的营运布局 Fu Panda领航快商务 携手合作零售商家网络 与Panda Mart 熊猫超市提供即时丰富多元的消费选择 至今Fu Panda外送服务在亚洲已拓展至11个市场 超过300个城市 Fu Panda为德国全球美食外送集团Delivery Hero的子公司 于2021年下半年打造亚太数据科技支援中心 目标为数据资料库开发运用 优化外送效率与提升AP使用满意度等功能强化及研发 接下来请Fu Panda的伙伴开始进行分享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 我是Fu Panda的HR Amanda 我想今天应该台下蛮多人 其实对Fu Panda都不陌生 毕竟在过去这样两年多疫情下来 一定都有用过外送的服务 可能都是我们家的用户 所以其实应该对我们家都还蛮熟悉的 只是应该也会蛮好奇 今天怎么会在开元人年会碰到Fu Panda 那今天就让我用短短的八分钟 来跟大家讲一下你所不知道的Fu Panda 那第一个先讲一下 Fu Panda的台湾Tech Hub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讲Fu Panda Fu Panda其实在台湾已经服务蛮长一段时间了 上周我们才刚过完我们的十岁生日 所以以local的business来说的话 其实还蛮好想象 就是我们在这边有我们的sales team 行销团队 operation跟一些客服单位等等的 包含还有就是我们在找Rider 或者是管理Rider的团队 都在这里服务很久了 那Fu Panda的台湾Tech Hub 其实是在去年的下半年2021 我们在台湾设立了全球第三个产品的开发中心 那我们在全球其实有四个这样子的开发中心 分别是在柏林 新加坡 台湾是第三个 土耳其的East Istanbul是第四个 那你说我们在全球有这么多的研发中心 全部只有supportFu Panda这支产品吗 其实没有 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那个logo是Delivery Hero Delivery Hero它是一个德国公司 它是我们的母集团 对那 对我们是德商 有一些小道消息 或者是我加入之后 有人会常问我说 你们家是种子吗 没有 严格说起来我们是德商 OK 那从Delivery Hero 其实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 在这个集团底下 其实它大部分的产品 都是跟外送服务相关 所以在整个worldwide的话 我们大概有十个这样子类似的产品 并且运行在二十多个国家中 所以Fu Panda其实只是其中一个 那四个开发中心呢 他们开发的东西 就会全部support这所有的产品 这就是大概一个tech hub 一个概况的介绍 那第二个会是 那台湾的tech hub 我们在做什么 台湾tech hub从下半年 去年2021找进我们第一个工程师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也成长到了 差不多五六十个同学 在这个团队里面 那在台湾的话 我们有三个feature team 分别是pick up pick up是做外带自取的 然后subscription 就在做Panda Pro这个服务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dining team 这个是内用的服务 这个功能还没有上到台湾来 刚少讲了一个 tech hub里面 我们全部都是以feature在做分工 那台湾刚好就有三个团队 那以刚刚我讲的那样的工作模式来说 我们以pick up来做举例好了 今天如果pick up这个功能 我要上到芬兰 或者是我要上到土耳其 那这时候台湾的团队 就会跟海外的工程师 或者是海外的PM 去制定所有的计划 然后在时程内 把这个功能在当地做上线 那这中间其实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挑战 那我觉得这个对产品开发的人员 不管是PM或工程师来讲 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 因为同样的一个功能 你上到不一样的市场去 它其实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 商业逻辑也好 或者是当地特有的一些消费习惯 那可能是商家 也可能是消费者 那要克服的东西 其实就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它好玩的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 不好意思喔 这个这样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对做产品的人 engineer也好 PM也好 这个会是蛮有价值的经验累积 那第三个就是 那在Foot Panda工作的感觉 或者是样貌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形态 我这边大概先用这五个点 我尽量的简短的描述 让大家可以比较好想象 可能你在Foot Panda的Tech Hub里面 你当一个工程师 或者是当一个PM 你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形态 第一个是专案团队的成员 我们是一条龙组合 就刚刚这样子来讲话 其实我们是以Feature来做分工 所以每一个团队里面 包含从PM Designer 前后端工程师 Mobile工程师 或者是QA 其实我们就是全部 support同一个功能 这样做的好处 其实也在资源的集中 在开发上比较有效率 你自己co-work同时 你也比较知道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第二个就是 跨国团队的紧密合作 那从刚刚 从第一章讲到现在 其实大家应该 比较可以想象得到 在做跨国团队的合作 这个真的是每一天 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中间要克服的困难 会有什么 一个当然是地域性的差别 我们都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第二个甚至是 我们也有语言上的一些隔阂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co-work的时候 大家都讲中文 还是有讲不清的时候 更何况这中间 我们全部是用英文 在做沟通 大部分台湾人 毕竟英文还不是母语 所以这中间怎么去克服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天 都在紧紧的一个方式 那在take up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alignment and autonomy 其实就是在讲说 我们也就是在注重说 我们怎么让所有负责专案的同仁们 可以很快的时间 用任何的工具 做到所有的alignment 但同时也保有各地 我们自己自制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不管随着团队在扩增 或者是地区也扩增的状况下 每天都要精进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是关注个人成长 这个又可以分成两块来说 一个如果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刚刚提到我们每一个Squad 都有所有的function 那在所谓的我们的专业程度的话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virtual team Bitgen or或者是Android 每一条都有他们自己的virtual team 所以在这中间你可以做到 非常非常多的技术交流 你可以听到不同的Squad里面 他们怎么样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那你可以听到 你可能可以吸收到的东西 你提出来的东西 也可能会变成别人的解法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那当然是在你个人成长部分的话 你的主管会跟你做 one-on-one的coach 那在你们会去用 整个年度的目标 去设定你的短中长期的一些规划 那组织那么庞大 其实在升迁或者是转调 你想做其他事情 这都是会有机会的 第四个部分是致力于建立 多元意见的开放团队 这个在讲什么呢 这个在讲说我们 我们的take off四散在各地 但是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周末 对不起周五的时候 我们都会举办town hall 所有的工程师们 这个town hall是由我们家的CTO 跟我们家的PMD去做主持的 他大概就会报告说 这一个礼拜 哪一些产品的一些状态 他可能上线了哪一些重要功能 或者是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 我觉得这样的好处 也是让在各地的工程师知道说 我做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开化结果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这也是双向的 我们用slido会去提供 会去搜集每一个工程师 每一个PM 不管你现在对于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产品上的问题 在上面也是由我们CTO 跟我们的PMD去做回答 那第五个的话是鼓励团队创新 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在我们家的话 其实每一年有两次的hack song 自己内部的hack song 我觉得这好像一次在夏天 一次在冬天 我们刚刚办完夏天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做产品的 不管是工程师 PM更是啦 那做工程师的一定对产品 也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有机会把它真的 把它变成是一个 搞不好它可以上production的东西 那每一次在做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会有两天的时间 让工程师们做完整的规划跟讨论 然后第三天下午 我们就会做整个 包含就是刚刚提到的CTO啦 PMD啦 他们去做一个评比 会是这样 有机会的话 他们甚至也会真的上production 好 不好意思哦 我们的时间到了 没有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讲不完 没关系 等一下 我们大家还有时间 再欢迎大家来找 部分达的这位 来一起聊 交流聊聊 好 大家也可以等一下到汤位去 再找他 找他一起去交流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请建强实验室的伙伴 进行准备 建强实验室创立于2017年 以打造世界级的B2B软体服务公司 为目标 透过数据追踪与行销自动化技术 帮助品牌客户活用数据 掌握客户轮廓 及大化营运成效 建强实验室成立不满两年 即获得跨国AI集团艾卡拉投资 并于今年成为LINE台湾唯一 经级技术合作伙伴 目前服务超过400家品牌商 是台湾Modtech三太圈子的重要领头羊 除了台湾市场 建强实验室也在2021年 将营业版图拓展至泰国日本市场 协助当地企业展开数位转型 那接下来就请建强实验室的伙伴 开始进行分享 喂喂 好 大家好 那我是建强实验室的Engine Manager David 那我看到今天其实其他公司就是HR来 但是我们公司的话就是由工程主管亲自上线 然后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公司 那我们是建强实验室 然后Crescendo Lab 那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可能没有听过我们公司的名字 但我相信应该大家或多或少 可能都有接触过我们的产品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产品呢 是帮助我们的客户去更好的违运 它在LINE上面的官方账号 所以我相信大家手机里的LINE 应该有时候就会被加入一些官方账号 那非常高几率那些官方账号 背后的尾运的那个SaaS平台 那其实就是由我们公司在提供的 那在台湾的话像非常多知名的品牌 比如说星巴克啊 然后或者是全家 其实都是我们家的客户 那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regional的SaaS的startup 那为什么会提到regional 就是我们前几年 我们目前在台湾 其实已经在这个领域做到是台湾最大 那我们接下来终于再继续expand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往泰国 然后往日本去做发展 那我们目前提供的最主要的主力产品呢 就是一个维运LINE官方账号 一个B2B的一个平台 然后帮助我们客户能够在上面 做更好的广告行销 然后做更好的跟客户直接 end to end的对话 然后比如说解决客服上的问题 那目前我们的B4的成长业绩 其实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整个工程团队啊 或是整个工程团队都要非常大力的扩增 那我们每年其实会送超过2.5 billion的message 那这个数字它有什么概念 它其实是比在台湾的远传 或台湾大和大每年送的SMS的讯息 还要更多 所以我们在流量上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挑战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也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然后去improve我们整个讯息发送的pipeline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把我们在技术上 遇到一些技术的问题 然后或是我们如何解决的方法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技术部落格上面 那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tag stack 我们现在backend是会用python 然后还用golan 那可能大家就有疑问说 或其实这两天蛮多来摊位问的 那为什么会同时有两个backend的语言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主要产品是用python写的 那我们最近也新launch了一个新的第二个产品 那第二个产品我们就是导入golem这个比较新的语言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对于python或是golem 或是任何其他相关的backend工程师 其实都是有高度的需求 然后前端的话现在是用react 然后用type script 那db的话就会是大家都很喜欢的postsql 那我这边特别写一个ddd 但其实ddd不算是tag stack 但我觉得想要特别聊一下这一块 是我相信大家在 尤其是一个startup 你的产品在上线 刚开始上线的时候 你可能会为了要快速上线 所以会当然会累积一些技术在 那我们也在realize到这件事情之后 团队非常有意识地导入ddd这样子的 开发的methodology 然后来一步一步地去refactor我们的code base 然后让我们整个code base 这个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好 那我觉得是 那我们在这部分的心得 我们也有分享在我们的技术部落格上面 然后kubernetes 这个应该就是大家都在用的东西 另外我们的整个服务 实际上是launch 是部署在google cloud platform上 对 好 那我刚刚提到了几个 就是我们技术部落格 所以我觉得想要特别highlight 我觉得我们整个工程团队是一个 非常持续学习性的一个组织 然后也非常愿意分享我们的knowledge出来 所以我们会每 我们每两周会有一个internal的tag的分享 然后让团队同仁去分享说 你在过去你有读到什么有趣的文章 然后你在你自己的工作上 有遇到什么工作上有技术上的挑战 然后这些东西分享给整个团队的同仁知道 同时也非常鼓励大家在公司的技术部落格上 写自己的文章 然后让我们公司的knowledge可以分享出来 然后让在台湾技术社群有更多人知道 对像这边的话我们就聊了 我们在如何在cloud上来建置我们的data platform 然后另外右边这边是我们如何在团队内 实际的导入DD的方法 然后一步一步的让所有人去习惯这样的开发流程 那像今天的话我们待会 其实差不多就是现在 在golland社群的也有我们两个 我们的同仁会上面给跟go相关的talk 那DD或是跟Cgo 所以如果是go的developer part 就是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去听一下 我们待会的talk 好 最后 那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大局在真采当中 然后其实不管是工程师或是PM 然后各个团队的各个position的职位 我都希望可以来我们的真采的网站上看一下 那我们在309也有我们自己的摊位 那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 然后来多认识我们这样 好 谢谢大家 让我们谢谢建墙实验室的分享 接下来请新加坡商泰坦科技的伙伴进行准备 新加坡商泰坦科技是一间软体开发公司 专注于线上软体平台的开发与维护 产品服务超过150个国家的用户 身处快速变动的软体产业 他们采用敏捷开发 同时将敏捷思维注入工程文化 实行弹性工时自主升迁及薪资透明 因环境快速的变动 开始打造远距工作模式 并加入Election代理商行列 提供专案管理工具Jira 企业知识管理内网Confluence 及协助企业敏捷转型咨询及课程服务 改变是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物 他们拥抱改变并随机应变 那 准备好了吗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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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看完科技是一间软体开发公司 我们采用敏捷开发 同时认同敏捷管理精神 实施弹性工时 相信员工是成年人 只要团队成员彼此同意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彻底落实组织扁平化 全新专注于个人能力与贡献 各位居民 人们已经在台湾里面不够多 整个抗亚性都在那个三个月之间爆发性的提升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自发性的会在会议上提出问题 所以当时一进来看到有人敢置疑主管的时候 我就天啊这个人疯了吗 就啊这个是不是花瓶吧 就是我们很欢乐 但是我们是有把事情做好的 每一个流程都是有团队自发性的去思考 然后共同拟定出来的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老板 所以大家老板 不要去想最对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现在就是最对的时间点 当时有一种想法是 可能你没有做过失败的产品 是你们失败的原因吧 在台湾 你的developer是你自己负责的 只有你真的很努力去成长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长大 那每个role其实如果可以extend它自己的boundaries 去了解其他的role的方式的话 让重叠性更高的话 那合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顺一点 PD就是把产品从零到有给做好 那资料人就是把累积到的所有资料 让产品再拉出一个更高的成绩 Fail本来就很正常 但我们如果不是怎么知道成功还是失败 所以我觉得做实验其实也必须要公司 真的非常愿意投资 如果在看这部影片的任何人想要投外商 一定一定记得要准备英文免试 不管公司会不会问你 妈妈塞要中心线 我觉得比较喜欢多元化廊的公司 可能会比较喜欢用外国人 我很喜欢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多多功能 阿哈做完有什么价值 公司给了我很多尝试的机会 我想让部门的气氛更活络 还有我们一直在进步的感觉 做了才会有得到回馈 才会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 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Salamualaikum Jessey Stefan 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主要是要知道自己的目的 不能因为自己不感兴趣 或是觉得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去了解 他最怕的就是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I don't know 只要一个尝试是会有正面的影响 公司都很鼓励 因为只要是人都会需要沟通的 在传统中我们都会 可能每个人会开一只酒 就让自己更容易的唱所预言 公司的提供 其实不是由运营们直接订下来的 而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说 我们下半年或是年度的目标怎么订 我们会由Timember推派一个outlink 以及由主管指派一个inlink 能够带到大部分的会议区 刚好公司非常鼓励 三在三年不成立的计划 就是三个人 三个月 三万新币 PD 可能要 去会用商业的语言 去跟PO沟通 建议PO 不要总是不在乎技术问题 在泰坛 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 变化 ownership 是让每一件事情 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基础 垂直是一个方向 纳粉腿是一个方向 如果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 你旁边的小孩 你要先自己带还是先帮小孩带 就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事情之前 你先了解为什么 泰坛整个大环境 都是支持你去做学习 去做尝试 所以要花那笔经费 去请一个工程师来做事 还是去请一个方便师来做事 永远自改善 往上爬的定义 不一定是要玩管理职能 很多工程师呢 他其实不想要去管理 就跟电脑讲话比 跟人讲话简单多了 你只要知道他的职等是什么 你就知道他拿的薪水 因为这一部分就是透明的 就是公司的每一个角色 几乎都可以来决定 是不可以生 你出来工作 除了请外 看其他人是什么 我能够做什么 我跟谁做 然后我怎么做 然后什么时候 我可以做 你会做什么 Gina 我可以做 你会做什么 我可以做 好的 那感谢大家 就是刚刚的影片 就是我们新加坡商泰坦科技 邀请很多我们的各个角色的伙伴 有一段分享他们对于 可能公司的价值文化的一些感想 那我们公司是采用敏捷开发 敏捷管理 那刚刚有看到 我们现在是Atalithian的代理商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软体协作工具 Gira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 就是很欢迎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的摊位是在309教室 那今天现场也有九宫格游戏 邀请大家可以来挑战 那我们在摊位现场也有 软体工程师跟专业的人资 都有在现场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询问职缺的话 也很欢迎来找我们 谢谢 让我们谢谢新加坡商泰坦科技的分享 接下来请KK Company的伙伴进行准备 亚洲领先媒体科技集团 KK Company 以Free Ways to Inspiration为使命 协助各产业内容创作者 拥抱新科技 解决痛点 实现数位转型 借由KK Company所提供的科技高速公路 将内容与服务推展至全世界 并启发人心 集团旗下服务多元 包含声音社群 KKBOX 影音串流 KKTV 串流科技 KKStream 内容新创加速器 KK Farm 与娱乐展演 KK Live 等五大事业题 那就让 请KK Company的伙伴进行分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KK Company的H.R.Gina 那今天想要透过这短短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公司 还有底下的福利还有文化 那KK Company其实是一个集团 可是其实很多人应该是不清楚 KK Company在做什么 可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听过KK Boss 所以我想说 想透过这个时间 然后跟大家用B2C跟B2B的一个方式 跟大家分享 那KK Boss主要是在做 音乐跟声音Podcast服务为主的社群品牌 我们其实也有跨到OTT的产业 KK TV是在做 就是日剧跟动漫的提供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也是一个串流的影音平台 再的话会是B2B的Business Model 像是KK Stream 它主要是在做SaaS的串流技术 去提供Solution给企业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说 其实我们是在打造一个像是Netflix的一个串流影音平台 去做客制化的服务给日本那边 我们比较大的市场其实会来自日本的一些电信商 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 那因为近年来 因为疫情的严重的程度 所以其实影音串流这一块其实也慢慢成为未来的趋势 我们也有把就是这样子的技术运用在就是教育训练或是尾压直播的方向上 再来的话会是KK Fund 我们主要是在做内容新创的加速器 主要是以音乐上架还有数位发行为主的服务 最后一块是KK Live 主要是在做艺文展演 还有底下有一个品牌是KK Tease 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使用过 但是它其实就是在做活动的售票 还有一个服务其实是KK Tease Live 主要是在做活动的线上的展演平台 那其实我们底下在做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多元跟不同 都是希望可以运用我们的科技力 去promote艺文内容产业的事情 同时让我们达到亚洲领先的媒体科技集团 那当然也会想跟大家分享说 那到底加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或福利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团体保险或旅游津贴的部分 那比较特别会是 我们第一年其实就会给新进的同仁 就是一天的生日假 还有特休16天的天数可以做使用 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年 其实也会举办一个年度尾牙 因为我们是KK Boss 听歌还有KK TV猜剧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当然年度尾牙的时候 也会有猜歌猜剧这样子的游戏 那其实我们公司的同事都很厉害 在0.3秒的时间都可以猜歌 然后也猜到剧 所以是这个文化其实也蛮有趣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两张图 其实是我们在每周三的下午都会提供下午茶 那底下的图片其实就可以看到 大家其实都会围成一群 然后抢下午茶的模样 还有就是我们也会请外部的摊贩 然后进来做食物 直接给大家吃 所以就蛮有趣的 好 那我们还有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一年也会举办风云棒 还有就是府委会的活动 那这底下两张图 其实是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在外面办野餐 还有在我们的就是办公室里面 办KK Just Dance 让全体的同仁都可以就是参加活动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穿着 其实也蛮轻松的 所以我们家的上班的穿着 都是蛮轻松跟休闲的 好 那因为我已经有介绍 KBus跟KTV的 所以当然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 员工的账号 可以免费听歌看剧 让你们无限的使用 最后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 其实我们的办公室蛮明亮 跟就是蛮漂亮的 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像网美咖啡厅 所以就是如果对这个办公室 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非常欢迎加入我们 好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集团的文化 其实我们在找的人是希望可以 大家去好奇说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利用大家的好奇心 然后去提出一些你们的想法 那我们也会 就是我们集团文化也是希望 就是扁平的沟通 然后可以利用就是无惧跟大胆的提出想法 然后去突破不一样的做法 那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到失败挫折 或者是可能被老板打枪之类的 可是我们都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坚持觉得自己是做对的事情 甚至是对组织有利的事情 那这些的成就 或者是这些的养分 最后都会回归到自己身上 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 Grow Cycle的方式 然后送给大家 好 最后的话就是 请大家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 帮我们扫描这个QR Code 这里面会有我们所有的职缺 不管是Intent或是正职 在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就是对任何职缺有兴趣 或者是对我们集团底下的产品 还有想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都可以欢迎来我们就是312的教室 我们都会在这边 那当场都会有技术主管 还有HR 所以就是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来找我们玩 谢谢大家 让我们谢谢K&A Company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人力真材 闪电秀就到这边 搞一个段落了 那当然大家也不要急着走 那如果你想要跟在场分享的 HR们聊聊的话 可以到台线这边 请各位稍微举一下你们的牌子 让大家知道你们在哪边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 等一下可以留下来 找他们各位聊聊 那如果也可以的话 再晚一点也可以直接到摊位区 我们的TR309 TR312里面 都有我们的赞助摊位 也可以找大家一起聊聊 那这边的下一场议程 在1点10分的时候 是打造开源安全供应链 OpenChain开源软体安全保证参考范例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留下来继续聆听议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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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